花莲地检署110年度社会劳动执行机构业务座谈会 预理政公所获班台湾花莲地方检查署 109年度基优社会劳动执行机构 透过实务经验分享与讨论 厘清执行机构运用涉劳人力所遭遇的疑惑和困难 借以精进涉劳管理作为 花莲县地方检查署110年度社会劳动执行机构业务座谈会 预政公所获班台湾花莲地方检查署109年度 基由社会劳动执行机构 透过实务经验的分享跟讨论 厘清执行机构运用涉劳人力时所遭遇的疑惑与困难 借以精进涉劳管理作为 中央对于我们的经济机构就已经有特别的关注 所以说它近年度配发了大量的机具来 改善我们工作的时程 那这样可以缩短了很多的一个工作的效率 玉璃镇借由社会劳动的人力不足 玉璃镇人力物力不足 协助玉璃镇上街道清扫 路数修剪 砍除杂草 垃圾资源回收分类 公园绿美化维护等等的工作 服务成效十分显著 花莲地方检查署支援社会劳动人力 帮助玉璃镇环境清洁维护 向未来能够持续合作 达成社会劳动人 检查署证公所三营 记者高松双 玉璃镇采访报道